我們就來看看手機產業出現的變化 以前Nokia 這個以前是手機界的龍頭 但後來有iPhone掀起了手機的革命 然後安卓陣營也加入 所以Nokia就默默的就退出了手機的業務 那這幾年他們其實很努力的在經營行動網路 甚至你看這個部門去年的營收 就佔整個Nokia公司營收的44% 那現在就傳出 三星就鎖定了Nokia這個部門的優勢 打算要擴大他們行動網路規模 而且他們去預估 這個部門大約估值來到百億美金 三星現在想要砸重金 去鎖定Nokia的這個部門 難道它的盤算是要來對正華為嗎 請教主老師 我們先從Nokia的歷史看起來 有點年紀人都知道 Nokia曾經是市場上的龍頭老大 可是它犯了一個大錯 就是2007年的時候 iPhone出來的時候 他覺得說電話就電話 誰要拿電話來拍照 上網什麼有的沒的 他覺得不可能 沒想到智慧型手機成的市場瘋潮 他想要從原本的功能型手機 轉到智慧型手機動作太慢了 所以市場已經被搶光了 所以他從此沒落 好 所以在2013年的時候 他就把他原本的手機部門 以及相關的IP 以及相關的服務 通通都賣給了微軟 可是注意喔 他並沒有把他整個公司全部賣掉 因為剛剛傑宇有講到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塊5G通信設備 所以也就是說手機的部分 他其實已經跟他沒關係了 但是5G通信設備 一直都是他的經濟母 一直到現在 好 可是他現在又面臨另外一個問題 即便華為這個美國或是歐洲國家 不斷的要去封鎖他 但是我查了一下 到去年華為還是5G設備的市場龍頭 以去年來說 他的全球市占率還是在三層 Nokia只是老三 第二 還有一個愛力性 瑞典的愛力性 好 所以Nokia就覺得 我搞了半天我還是打不贏人家 怎麼辦 人家家大業大 這時候三星就看到機會了 事實上你也不要以為 三星只有在做手機 你三星其實一直都有5G設備 我其實也查了一下 三星以去年來說 他全世界排名第七而已 跟前面差落後一大截 那大家也知道三星 即便跟iPhone彼此競爭到目前為止 三星還是略為領先iPhone 可是三星想說 手機我很厲害 可是再往上端 基本上都是人家 也就是我終端商品 我很厲害 可是往上面的網偷設備 其實都還是這些國際大廠 他覺得不行 我有在做 我要一條邊坐下來 對我其實更有利的 所以就聽到說 Nokia想要把他的廠給賣掉了 那我有機會 而且我把三星 三星把Nokia併下來之後 我有機會跟華為一搏 所以這樣子的傳言就出來了 而且現在連價碼都喊出來了 告訴你說大概會是一百億美金 但是我們必須說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確定 因為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剛剛講到 微軟把這個Nokia的手機 跟他的三萬IP買下來之後 其實微軟是本來是自己想要去經營這個部分 可是後來發現也是做不起來 所以到了2016年之後 他又把他的手機賣給了誰 賣給我們台灣的 鴻海底下的富智康 所以事實上Nokia這個品牌 以及背後相關功能器手機的相關的IP 其實都是屬於我們鴻海富智康的 所以鴻海也曾經一度想要發展自己的手機品牌 所以大家可能有聽過一個牌子叫Infocus 那這個中文叫做Fook是這個品牌 其實鴻海他不承認 他說這其實是美國公司 我只是幫他代工 但是你網路上一查 大家都說他是鴻海的品牌 所以鴻海到底要不要經營品牌 大家是一個問號 問題是你買Shop不是也是為了經營品牌 這個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就不多討論 所以鴻海發現我做手機還是不行 那還是乖乖的退回來 我還是要去做5G設備 相對有機會 所以他現在其實是在越南有在幫三星 抱歉 幫Nokia代工5G設備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真的這個Nokia賣給了三星 那變成鴻海在幫三星代工了 這個關係就很奧妙了 當然這個事情還沒有定案 我們就不多說 那現在回到三星的問題 那三星他在很多領域現在都是很慘 那個手機我們就不多說了 你看到再回到晶片跟晶圓代工的部分 他一直都輸台積電 那所以他很努力去做 本來他的重點是要擺在他自己的韓國 所以你要拿平折的幾個廠 但是現在傳出來說不行 我再搞這個東西 結果美國那邊不買單也不行 所以他決定要怎麼樣 加強他在德州的廠 就是這個泰勒廠是德州廠 他要全力去攻那邊 因為他要打好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那這是第一 這是一步 那另外一步 我們知道台積電營在三星 很大一塊是先進封裝的部分 所以三星也砸錢要做這一塊 所以他最早去挖角了 我們台積電的這一個大城 林俊成 在兩年前他其實就投靠了三星 那三星甚至就成立了一個專案 專門就是要做先進封裝 甚至在去年的時候 還把它升級成為一個組 也就是說原本專案的意思 就是一個臨時性的編制 但是在去年的時候 就成為一個正式編制 甚至又跟林俊成 又多簽約了兩年 所以在去年看起來 他們想要全力攻這一塊 結果沒想到 現在最新的消息穿出來 他居然要把先進封裝的 這個業務組給解散了 那是不是你三星又要放棄這一塊了 你不是要跟台積電 砰這一塊嗎 那結果你現在居然搞了半天 去年還有大動作 現在又把它解散了 結果這個林俊成 本來要在三星落腳了 現在傳出來 明明去年才又多簽了兩年約 現在傳染 他有可能要回到台灣 他在台積電的時候 包含COA很多都跟他有關係 他在台積電的時候 他有450個專利 現在回到台灣 他會到哪裡去 這是業界非常關心的事情 所以三星的佈局感覺起來 好像有點讓市場摸不透 各位